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继续来带您关心的话题是 鱼衣大道王渊 他被捕之后 警方也赫然发现 他过去竟然是有这种贩卖军火的记录 他藏有强大的火力 不只是有拼力小组所使用的步枪 还有杀伤力强大的滚轮线弹枪 以及三颗手榴弹 大块头的王渊 他也擅长武术 特别是以白鹤拳健身 每一次犯案枪法 也都使用军警特勤 会使用的韦佛式射击 匹匹小组牢牢抓住 他就是鱼衣大道王渊 粗壮的手臂相当结实 让警方不敢大意 后头再占两名刑警介护 大块头的王渊有在健身 从小练武术 擅长的就是白鹤拳 柔道也练过 更曾在美国担任过武术教练 只是专长用错了地方 挑选下雨天 当起鱼衣大道抢银行 嫌犯射击时采用伪佛式射法 一手持枪 另一手托住稳定 警方第一时间怀疑 嫌犯可能有军警背景 这调阅相关监视器后还发现 王渊走路时 双手会握拳 腿微微张开 像是行军一样 训练有素的炼家子 羽衣大道 出身警察家庭 远警逮捕之后 还在住处搜出 有PD小组专长使用的M4A1步枪 还有杀杀力强大的 广轮式散弹枪 知识手枪有两把 手榴弹墙有三枚 火力相当强大 有云警私下就说 看到这些武器 还有300多发的子弹 惊醒当时不是正面火拼 否则恐怕会有伤亡 追选台北 纵往报道 好 好